大家好,我是Mr.Edmond So 今天會為大家講解就是 HKDSE 2012 Mathematics Core Paper 2 Session A Question 7 請留意以下訊息 如果你是舊語的話 你理解了我去做這套影片的理念 當然可以過了 如果是新知的話 麻煩你Post Trigger Video 理解了我這些影片的背後 有什麼想法 好,第七條 是講System Inequality 或者Inequality System 那... 逐條逐條處理了先 由於太淺了 我都不會慢慢跟你做 唯一提一提你 其實Inequality也好 其實我們是 是... take the same operation on both sides 那當然啦 乘除負數 我們會轉向 那這裡呢 我慢慢展示給你看 那第一個expression 就會在X 就是小於負3 那另一個 又是慢慢做給你看 那... 第一次... 第一條... 第一個step 我們一次過會做兩個operation OK 那... 然後呢 然後呢 左右手除以正義 那... 由於它都沒有去到乘除負數 所以不等式都是不用轉向的 好啦 那... 那... 嗯... System Of Inequality 和一條的Inequality 有什麼不同呢 那我做給你看 就是呢 我們簡化完之後呢 我們要考慮兩樣東西 就是X呢 就會是 隨便去符合其中一個條件 要不呢 就是X 是小於負3 要不呢 就是X是小於4 那如果你畫回一幅... 嗯... 數線的圖呢 你會看到 哦... 如果它是隨便符合一個條件的話呢 我就不用說兩次給別人聽了 隨便一個條件嘛 X是小於負3 或者X是小於4 那我就是會說X呢 就是小於4 為什麼呢 因為 凡是... X是小於負3 例如是負4、負5、負6 它都仍然是小於4 行不行 在... System Of Inequality 在這個... 不等式組裡面呢 我們... 只需要... 是... 看它... 是... 是... 這次是... or or 就是畫 畫的話就是隨便符合一個條件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的final conclusion 就是說 X是小於4 那這條題目呢 我們都講完了 好多謝大家收聽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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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email給我? 不停線 是... 説你了... 這次是...